俄罗斯3月9日宣布新的停火计划 允许平民离开被俄军包围的几个乌克兰地区 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表示 8日有5000人得以撤离苏美 但在马利波撤离努力失败了 俄军向人道物资车队开火 俄罗斯军队的围攻 以使得这座东南部港口城市的电力 供暖 食物和水供应不断减少 乌克兰今天指控俄罗斯违反停火协议 空袭马利波的儿童医院 以炮击阻止平民撤离 乌克兰外交部指出 马利波市有近3000名新生儿缺乏药物及粮食 俄国继续阻止人道援助和撤离工作 持续无差别炮击 携超过40万居民为人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形容 当地情况有如世界末日 俄外交部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不包括占领该国 破坏其国家地位和推翻现任政府 美国教育部3月9日宣布 近10万人有资格取消学生贷款债务 教育部去年对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 做出了更改 符合条件的借款人之前承诺在10年内偿还债务 他们的学生贷款债务将被取消 据CNN的报道 该计划成立近15年来 只有一小部分有资格参加该计划的人 在2021年之前获得了豁免 超过90%的该计划申请者被拒绝 据悉取消的学生债务总计将近62亿美元 3月8日加州州长纽森在年度周情资文中提出一项退税计划 以应对加州暴涨的油价 目前加州是全美美加轮汽油平均价格最高的地方 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 9日加州美加轮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 攀升至创纪录的5.57美元 高于一天前的5.44美元 洛杉矶地区的一些加油站每加轮汽油的价格已经超过7美元 州长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说 州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提案 把钱直接放进加州人的口袋里 他将采取退税的形式 希望在这方面迅速采取行动 州长纽森专注于为加州人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救济 由于俄乌的战争局势 人民正在遭受全国范围内的油价上涨 州长可能会试图通过州预算谈判 使他的提案获得通过 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9日宣布 两个月前因成功移植猪心脏而挽回生命的病患 班内特8日在该医院去世 医生没有给出确切的死因 只是说他的病情几天前开始恶化 57岁的班内特今年1月接受猪心脏移植手术 成为全球首例 术后三天表现良好 马里兰大学医院表示 起初猪心脏功能正常 医院也定期更新班内特的身体状况 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外科医生 心脏移植科主任格里菲斯表示 班内特的去世令人震惊 但他是一位勇敢高尚的病人 与病魔一直战斗在最后 3月9日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计票数据显示 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熙悦 确认在第20届总统选举中获胜 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 尹熙悦今年61岁 出生于首尔 首尔大学法学硕士学历 曾先后担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 和韩国检察总长 有着20余年的检察系统认职经历 他凭借正义检察官的形象 赢得较高的支持率 在竞选中 他呼吁实现政权交替 外交立场上 他强调以韩美同盟为优先 加强韩日安全合作